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它的6系铝合金材质 也不是把一块620毫安时电池塞进8.2毫米机身的工艺水平 而是精力对于手机设计与产品定位的把握 比其他品牌更加精准 颇有点华为Mate系列的味道 比如说腰部线条 凡多而不杂乱 背部机身 轻微的弧度带来良好的握持感 屏幕非常宽敞 很好的融入了机身 也给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 虽然背面是工膜 但可以发现摄像头只是稍微凸起 这在火阶子横行的手机界简直就是一股轻流 而且天线开口的位置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高一点低一点都太别扭 还有这犹如点睛之笔的指纹识别键 居然还融合了自家不明卷盟的logo 十分精巧 这一切细节上的拿捏 给了为种不一样的第一印象 只是这些都需要有耐心 有审美的消费者去细细体会的 主观性这么强的外观都能这么评价 看来比起评测你更是要写软文呢 哪有这么夸人的 不过写软文一点都不比正经评测轻松啊 那些引导性强和不明觉力的词合的拿捏 春秋笔法的运用 都需要做到随风潜入夜 润无戏无声啊 我还是要努力提高知识水平啊 对了 这指纹识别好用吗 你截个锁吧看看 哦 好的 后期把logo那段删了吧 总的来看 精力在外观设计上并不出众 光看背部 logo部分的设计 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指纹识别件 土豪金的机身 很好的符合了对于商务人士的定位 而且通过接下来对系统的讲解 你们会发现这种对于定位的思考 基本贯穿了整个手机 由外之内的每个部分 精力对我以及许多用户来说 都是一个不怎么熟悉的品牌 所以这次终点看看系统怎么样 解锁手机 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全金属狂潮的气息 无处不在的金色 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预装的软件非常多 都到光是删除就花了近五分钟 即使从N6 Plus面向的商务人士的角度去考虑 这样的数量也是没必要的 你比如说 明明有内置浏览器了 还装了个QQ浏览器 再比如 同时有着今日头条和腾讯新闻两个新闻APP 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我的手机里有两个新闻APP 一个没有节操 另一个也没有节操 至于这个手机百度 我只能说 我已经看到了结局 大家心目中不支持5GWiFi的手机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 这样 你们一定没有想过 是这样 其实5GWiFi是人们习惯性的叫法 WiFi发展至今协议标准已经到了第五代 也只有第五代的802.11ac标准 才是大家口中的5GWiFi 第四代802.11m标准已经支持双频运行 而精力直接搜都搜不到 相信鱼采用了仅支持802.11g和b标准的芯片有关 借着测M6这个机会 我想聊聊现在大家越来越关心的加密算法 商用加密算法也就是商密 最早是指国际通用的商用密码 由美国的安全局发布 例如目前被广泛使用的AES算法 已经被苹果用于iPhone等设备的加密 但是自从斯洛登爆出了美国政府的冷静计划之后 中国一些机构也埋头苦干 拿出了通过国家密码局认定的国产密码算法 也就是国密 虽然都是算法加密 但是不同的算法差距非常大 例如SM4就是跟AES算法类似的对称加密 具体的内容这里就不展开讲解了 作为一款主打安全的手机 精力内置了一颗通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加密芯片 从精力方面提供给FU的参数规格来看 嗯我们也暂时看不出这个权威机构是哪家 配合着这个加密芯片出现的应用 其中一个就是私密空间 知识六位数按码 知识指纹解锁 其余解锁手机的指纹不兼容 锁屏界面可快速进入 无论是图片视频通讯录还是应用都囊括在内 非常全面 多次输入密码错误 也只是用简单的y等于2的x次方指数函数算法 限制解锁时间 没有自动抹除数据的设定 除此之外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天价应用还是虚拟定位 跟别家一些类似的app并没有什么区别 双开也仅仅支持微信 从硬件上来看 可以说精力做到了跟苹果黑莓一样的安全性更高的硬件加密 说是安卓机中最安全的手机也不为过 那么为什么只是安卓机中呢 今年3月 FBI宣布成功破解了iPhone 5C 这让一直宣称iPhone手机很安全的苹果一脸懵逼 但FBI还是给苹果留了点面子 说他们没法破解5C之后的iPhone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4月份FBI在苹果再次拒绝合作后 毫不给面子的又破解了一款iPhone 这次是5S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 目前最有效破解手机的方法 并不是破解手机的加密算法 而是通过系统的漏洞绕开锁定手机 和抹除数据这些系统设置 再用穷举法暴力破解密码 从这个角度来看 开源的安卓平台的安全性 是比不上iOS和bbOS的 至于云储存 由于云端数据的加密是通过软加密的形式 所以安全性更低 被破解的例子嘛 相信在许多人的硬盘里 不可否认 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私人信息安全性的今天 不断的提升手机安全性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但是我联想到了最近大学生受骗至死的新闻 试想 这些受骗的大学生如果用的是别的手机 比如精力 结局能够改变吗 答案很残酷 不会 无论是精力 甚至说苹果黑莓 也无法在这一方面做到万无一失 在一个缺乏信用 监管缺位的大环境下 在手机上下功夫 有些治标不治本的感觉 当然 这种做实事的 也比那些只会嘲笑受害人傻的典型中国看客们 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懂 被骗很多时候都不是智商问题 而是信用问题 爱否上升官网已经上线了iPhone7钢化玻璃膜 注意 在iPhone0上市时 很多贴膜制作时都没有最准确的数据 比如屏幕弧度的变化 所以推荐大家不要购买价格贵于昂贵的膜 优先购买单价较低的钢化玻璃膜作为过度 我们寻找了目前最稳妥的规格 定制了一批售价较低的抢先款 作为精确尺寸的钢化膜量产前的过度 目前正以25元两张包有的套餐价售出 各位按需购买 其实在OPPO VIO全身心投入线下市场 闷声发大财的时候 精力也做着同样的事 不过很可惜 不管是声量还是销量 它都远远不及蓝绿大厂 既没有传不度逆天的广告语 也没有小鲜肉代言人 精力的优势依然在于 让互联网手机厂商眼红的供应链 和销售渠道的管理 这台续航能力出色 但充电时间较慢的M6 Plus 有着与华为Mate系列近似的产品定位 打着跟360一样的安全的大旗 配置上跟OPPO R9接近 还找来了六爷冯导和六叔宇文乐做代言人 我们好像又看到了一台 融合了别家产品特点的手机 但仔细一想 华为Mate系列卖的其实是华为这个品牌 GZ的360其实更多的是卖配置 OPPO选代言人和广告语的功力比做手机还强 这几项精力又有什么呢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 可以在微博微信搜索爱否科技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 感谢观看